为了打击报复伊朗 拜登下令对叙利亚展开空袭 伊朗面临着下场困境 要如何破解 这世道是越来越乱 一边是为了巴以停火各国代表奔走呼号 联合国的会设开了一轮又一轮 另一边拜登偷偷下令 让美军对叙利亚东部直接搞起了空袭 这套操作看得是让人瞠目切舌 老美还嫌事不够乱 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给全世界是怎么解释这次行动 美国国防部说 近期中东美军基地共遭遇了16场袭击 其中有12场在伊拉克 4场在叙利亚 他们认为有必要给敌人一些回应 五甲大佬还补充说 我们不仅要搞空袭 这些驻军最近还要多搞搞演习 面对有些人以为我们美军能力不行 按照美国人的思路 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属于正当防卫 这就很荒谬 伊拉克和叙利亚由美国驻军 这本身这事就不合理 而且美国这么做 其实还是要警告另外一个国家 伊拉 让我们来看看 是谁最近给美国中东驻军一击重创的 21号 伊拉克民兵武装 伊斯兰抵抗组织用无人机袭击了 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25号 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的美军基地 也遭到了袭击 对此这个组织也表示 这事更没有国家是我们做的 那么这个民间组织 就是伊朗的御用白手套了 我们都知道伊朗有两支主力军 一个就是伊朗国防军这种正规部队 另一个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 那这支队伍除了常规任务之外 还有一个使命就是 替伊朗政府组织训练民兵 自下而上形成一股军事力量 而且对伊朗政府是绝对忠诚的 所以伊斯兰抵抗组织的所作所为 也是伊朗在暗中发力 勤贼先机王 反正以色列的军火也是美国提供的 不如一步到位 咱们直接打美国吧 自巴以冲突以来 人们对双方背后的势力 做了很多的猜测 而且这些猜测主要集中在伊朗身上 毕竟美国是公开战队以色列的 而就在18号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弹道导弹的限制 也因限制到期而完全解除了 所以这么一看 伊朗完全可以对着以色列 实施一波火力压制 纵观伊朗在本次巴以冲突中的态度 一直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 它因为对于道理下不下场 很矛盾 什么时候下场也不知道 纠结 其实伊朗这边还有多层考虑的 它跟美国掰了这么多年手腕 非常清楚美国人的手段 尽管以色列政府丧心病狂 但毕竟此次的对手是哈马斯 以色列再拎不清打的旗号 那也是消灭恐怖主义组织的旗号 但伊朗如果官方下场 这次战争的性质就变了 这对美国人来说 那就是四个字 机会来了 但是此刻的局势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一旦伊朗真的撸袖子下场了 这时形势必然更加恶化 甚至有可能真的就成为了 第六次中东战争了 把战争扩大到中东其他各国 显然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你说伊朗不下场吧 自己中东强国的地位也很难立住 所以伊朗选择发动民间军事力量 近期你看胡塞武装的出击 也是告诉美国人管好你的以色列 让他少维护作长 另一方面 伊朗在外交上也频繁向中俄四方求救的信号 在伊朗看来 要调停巴以冲突 需要国际社会中 有一方能够真正站在两国角度 公平公正的去看待 不偏不倚的去解决问题 想来想去 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解决了